Hello大家好 我是迪克文娃 欢迎来到战舰世界 那希望我们视频的朋友赶紧订阅我们的优酷频道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我们发布精彩的战舰世界的视频了 那么感谢我们本期的再见了 我是去我是去的年华 其实我觉得年华岁月这个东西啊 不要用逝去吧 对吧 逝去虽然说已经是没了 但是还留给我们很好的回忆 或者经验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对吧 你打战舰一万盘 前面9999盘 对吧 都是经验累积经验之谈 是吧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投稿呢 左下方有文文投稿箱 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及战斜图 发到dk文文 at126.com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那个想要带来 觉得爱是居然很小的话 可以找左退二维码 联系我们家的旺旺客服 或者说是QQ 啊 科夫都可以的 同一个人吧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好久没有做导风了 然后今天这一局导风 让我眼前一亮 对吧 这个伤害值真的是爆表 我查过了 真的是目前国服最高的伤害 我们也是非常的有幸 也是非常的开心 以及非常的兴奋 能够解说到 国服最顶尖的一个伤害的战绩吧 对吧 顶尖比赛不一定要说 但是的话对吧 你比如说最高经验啊 对吧 比如说那个最多的伤害啊 我觉得我已经是很心满意 做了 就导风这里的话 直接是被点亮了 我们看他和其他人的话 你可以看 他这导风的话就不差骑 对吧 人家玩就不用骑 然后加速烟雾鱼雷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几公里的鱼雷 这个的话是12公里的鱼雷啊 这个话 因为他被在锁定当中 可以看他这边拉了波烟雾式 给后面的队友 哪怕藏王爱荡在那个位置的话 给他们做一个掩护 如果说点亮他们驱逐剑的话 像藏王爱荡 敌人驱逐剑反应慢的时候啊 很容易被一轮会打得很残 尤其对面是 吉林导风乌达洛伊啊 如果是那个吉林导风的话 血量并不多啊 藏王爱荡这种伤害能力 会非常强 而且现在又是被在被定位当中 那么很明确就说明啊 这里的话是肯定有驱逐剑 对吧 肯定是有驱逐剑在这个位置 让看到底是谁 而且的话 现在我们的点的话 还是在占领啊 现在我们是点亮了一个爱荡 但是看不到其他的船 现在点数的话还在 时间还在减收 因为敌人还没有进点 我们还像有下面有个占领区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就会比较方便 我们如果能先拿下点啊 可以往前去给给视野啊 但是你看 这里的话一走就消灭 难道是对面米诺陶斯吗 有出一个定位 因为相对于来说 这个位置的话 藏王可能会 比我们更近一些啊 那这里的话如果 这边是亮了一艘乌达洛伊 这个位置的话 敌人炮塔不一定好转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是 他这边是准备要雷出云啊 出云这个船头的话是可以雷 乌达洛伊的话炮击也可以打 我觉得这个炮击位置的话 是可以输出的 乌达洛伊 七点几公里 七点几公里 而且的话 导风啊 一轮 HE的话 侧身伤害会非常非常的足 6000多点血 他瞄的有点偏高 提前量还不够啊 但是我只打了800多半伤 再来一轮 打到如果说是前面的话 应该是会很疼很疼啊 两发 队友一轮过去啊 有没有把乌达洛伊收掉 这个有点可惜 乌达洛伊的话要吃雷吗 兄弟 吃波雷呗 新年到了 饺子不吃雷吃一波吧 菊花 哎 没有 但是的话 这个乌达洛伊是在进水当中 我们就缓缓的看他烧死吧 烧死没有 烧死没有 应该要快了吧 我感觉他要快了 可以的 哇 这把火还是我们点的 这个 就是其实据如见在那个 没有完全走到很安全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不建议是交损管 要不然这把火的伤害 会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现在都是出了那个 叫什么来着 二参那个技能叫什么来着 我智障了 我突然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那个应该是叫什么 最后的抵抗 对吧 就是说的话 损管不要轻易交啊 相对于安全的一个情况下 或者消点的一个情况下才来 对面乌达洛伊几乎没有输出啊 所以说就直接就被弄死了 哇 我们家藏王死了 哇 这一波烟 其实藏王躲烟的话 应该还是啊 进烟以后赶紧是摆脱到位 这个是最好 因为像 导风的烟雾比较小 而且的话呢 时间啊 日系的烟雾相对来说 时间会比较短 日系德系都短啊 对吧 除了美系以外 其他的烟雾时间都并不是很长 所以说要走就赶紧走 那么这里的话 驱逐一四以后啊 那么 激灵导风再吸 我们的洛阳 和鼻点导风会比较苦一点 这边一波雷 已经装填好 看看12公里 哦呦 这里有个艾档 艾档的话出来 应该是会要直接把我们点亮 他还是在看路 这的话 考虑雷一波骂啊 烟雾好了 直接拉一波烟雾 拉一波烟雾 艾档的话 在这个位置 然后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视野啊 这里的话哦 有一个藏王的六分钟的一个水站在这个位置 这还好 藏王有六分钟水水站在这个位置的话 可以帮我们有机会一直长亮这个艾档 这个艾档的话开始转了 他这里的话先是炮击 因为现在有挡雷啊 所以说很难打 艾档在 其实艾档这个位置还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 他如果说转身直接右转回去走的话 还不一定会死 艾档的话 想要冲烟 要搞驱逐线 我们来看看提前量 对吧 一波他还是用船头 哇 四万多点血的话 要船头吃雷啊 这个每一波船头吃一颗吗 一颗一万三千多 我们的雷又来了 再吃一颗 好的 一万九 赶紧说拜拜 漂亮 三颗玉雷啊 还好是导风啊 其他船的话 估计 两波玉雷扔下去 伤害并不是很 伤害肯定是不够的 居然敢这样重演 导风的话 而且他现在装填的话 时间也相对来说 比较快 基本上一分多钟 所以说导风有烟雾 还是会非常好用 因为我还有一分 四十几秒装填 那么左边的话 还有一个出云 然后呢 另外一边 比斯法蒙蛋拿 导风现在在这个位置 雷击的话 他其实你看 他雷不会召集的扔 基本上就看看情况 对吧 要保证雷出去 都是有效果 而且12公里雷的话 效果还是会比较明显 12公里延期 基本上导风现在 又都是12公里雷 你再短的雷 或再远的20公里那种雷的话 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 那种 撒出去速度又慢 对吧 能击沉的概率太低太低了 最好是12公里 要不然就加鱼雷加速 对吧 9.2 9.3公里的 那个鱼雷的话就会 呃 伤害高 命中概率高 但是的话 风险会更大 因为现在的话 呃 基本上 你看德明雷达9.9 对吧 密苏里9.5 然后呢 苏西的话 雷达会更长 然后像这种 深纳水晶线 雷达居多的时候 12公里 相对来说 还是 物费比较低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是 可以开炮啊 这个位置直接是 呃 跨离不够 嗯 距离不够 看得到初云 打不到初云 9.8公里 那这个初云被洗了 啊 这个初云就不用看了 应该直接就死 对面后面还有一个 比斯迈跟过来 一个门大拿 我们家洛阳 其实也是蛮聪明啊 作为八级船 不知道他现在 血量有多少 对吧 我们看不到 但是的话 很聪明的一点就是 我就在那边晃 对吧 你进点我往后退 你出点我就再上去站 你要打我 我就走 这种的话 也是比较骚的 对吧 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还算不错 那这里的话 比斯曼 比斯曼这里的话是 有机会往山后走啊 那时候的话 他看到比斯曼减速 哦呦 德美音的雷达 9.8公 他看到比斯曼 估计是要减速啊 现在的话 就赶紧离德美音走 9.6 距离越来再拉远 其实玩去路舰的话 对控制距离感 要非常非常的强 德美音9.7公里 他还有有兴趣看雷啊 可以啊 小伙9.9公里 好的 走掉了 这一波雷的话 比斯曼是 一直在减速啊 就算一个 减速的一个提前量 第一波 最后第三波雷的一个减速 还是可以的 前面两波的话 各吃一颗 两颗 哇 这个伤害要秒他了 11,500 22,000 再来 该你说 拜拜 哇 导风的雷威力太大 但是后面的话 德美音还要再吃一颗吗 好的 2万多的伤害 哇 导风这个雷伤害 真的是强 14,000的雷和2万的雷 虽然说只差6,000啊 但这个感觉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哇 蒙大拿 蒙大拿11公里 还在往前冲 其实对面啊 大家如果玩的时候 我们反观之 你如果说是在玩 蒙大拿也好 或者是战略也好 当驱逐死掉的时候 但你家还有驱逐舰啊 其实他们A点没有必要再去钢了 直接往BC转 对吧 把BC包加了A点放掉 这就可以了 但他们就是一门心思要猛钢A点 这边有驱逐舰 导风这种的话 虽然说有亮过 对吧 有消灭 但你肯定知道导风在这个位置 要走就赶紧走 那么那边的话 还有机灵帮忙 那边还有个莫斯科一个导风 你看我觉得那边在被围攻之下 蒙大拿新登宝 估计要出事情啊 而且双大和对吧 莫斯科那边一波烟的话 现在是雷达 现在雷达的话都没有亮 但他们那边战损还是亏的会比较严重 除了这里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藏王室柜在这里以外 其他我们这边的战损还是比较不错的 爱荡先是亡人一波雷 其实现在的话 米诺陶斯这波烟是刚刚拉还是后面拉 我忘了 但应该是一开始拉的 这里的话 门大拿亮了 那么这里的话看他如果有水战的话还有机会啊 要不然的话 乖乖这个测身亮了以后看不到什么人 这个其他拖刀啊是最好的 要不然的话 好好兄弟 你要出大事情了 你要出大事情了 7万9千多点血 现在是雷了10万点的一个伤害了 这个话 哇 哇 蛮蛋的 其实玩导风啊 就是这种心意就很爽 就扔完雷以后 就你扔雷扔得好 就觉得他是必中 那走位啊 这种就感觉很爽 哇 我们大大开始外切了 要他早一点外切的话 躲鱼雷会更好一点 这个话 目测他会吃一颗两颗 吃两颗雷应该是要 我转掉了 你把吃一颗 两颗两颗两颗雷还是要吃 我们这边还是看得比较准啊 一颗两颗看看第三排的雷 第三排的话还再吃一颗 打多打得极了 前面他如果回多回的正的话 其实尾巴没有转过来 其实这波雷认真打认真躲的话 应该躲得掉 而且因为是一个气旋的一个原因啊 所以说人家能打到你能干 概率并不是很高 这一般话就往CJ 门大弹好像是没有水在水战CD了 所以战略舰现在的一个水上战斗机啊 更好的话就是要亮驱逐的鱼雷 这是最好用的一个效果 要不然就是航母 对吧 要不然就打航母 如果其他船没视野 或者情况下的话 不建议去用战斗机 做那些的视野 没视野就没视野 尤其是有驱逐舰的一个情况下 一定要有留着水 那么两个战略舰组队的话 水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很大概率的一个覆盖 就是大家轮着开嘛 对吧 这个的话就会比较好用 像这个门大拿等装填完以后 他自己还是有一带一点点的外切 所以问题并不是很大 这的话看看他 对吧 门大拿就直接往那边走 但他一直被常亮就很慌 对吧 而且他现在是被逼到了走投无路 这的话是先盲雷一波 然后呢再慢慢的减提前量 对吧 其实要是问问我的话 因为他前面那个转向 我基本上最后一波应该是会再继续 他减速的一个提前量 会比较好 这一波雷 我们看看 他这边看不到门大拿 但门大拿到航向 开始内切了 对吧 内切的概率会去多一点 哇 导风这种距离的雷扔上去 好爽啊 而且现在可以看 看到没有 C点的队友的话 基本上已经是权贵啊 而现在的话 对面还是有W 但是已经弄死了一个区路键 还剩一个基灵 那么莫斯科 大河两个人头 应该是星科宝和导风的 基灵莫斯科 哇 这个 这个大河没想到雷击来那么快 来了 跟你说拜拜 哇 又是一个毁灭打击 这个贼爽贼爽 20万的伤害了也好 但如果大家觉得 就是说 哎呦 我这个雷击很简单 就是吃肉嘛 但是的话 你看他从第一波烟开始 对吧 从第一波烟开始 那一波烟就注定了 他这一块A点 敌人的走位 他是能吃好很多的肉 对吧 所以你不要看有些 录像就是说 他就在那边吃肉 我等这种饺子局 我也有机会 对吧 其实换言之的话 你要看前期 去逐渐的一些对象 这种情况 而定的 包括就是说是 他们家基灵 导风也好 帮忙 其实 要是问问我开基灵 我就喊一点回来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就是基灵 就往A点去帮忙 对吧 因为明显知道那边 有一艘导风在的话 那边战略不走会被雷死 或者说就是直接在这边 他通常情况下 两种选择嘛 要不就不用帮他们 而B点的话 这边也是啊 现在敌人是两个点啊 分数是非常非常接近啊 大家此起彼伏 但是因为我们是 拿了A点 然后C点骚扰 B点骚扰 所以说的话 在点数上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劣势 A点的话是赚分赚的 非常非常多 那现在要当心对面的一个莫斯科的一个雷达 莫斯科11点几公里的雷达会很好用 但是他们家基灵啊 准备打这个战术 对吧 想要雷击战术啊 所以说的话 其实这里的话 你看小地图雷的话 就差不多都是这个方向 对吧 就往这方向雷 其实要是问问我的话 我还会往比斯麦更前面去雷 虽然我看不到 但这波雷肯定要扔 因为你8公里真的往上追的话 估计也要开个30秒到1分钟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的话 还是会比较好用 米兜陶斯这里的话 拉烟啊 开始这边来一个洗伤害输出 哎呦 哎呦 我们家比斯麦的话 是把莫斯科雷死了 还不错 莫斯科雷死的话 对面是没有雷达了 这个还可以 这边我们也是被基灵定位啊 这一波雷过去 不知道有没有收益 基灵在那个位 但比斯麦在我们身后 所以问题不大 只要进来了 我们2万点血的话 和他互换还是很有优胜 虽然都是有米兜 好大两颗雷 哇这一辈点亮了 大河5点几公里 赶紧说拜拜 漂亮 这一波忙雷雷的非常的好 对吧 后面的话雷击不一定会有了 米兜陶斯大河 我们来看看 这后面几颗雷 应该不大会中 他应该是加速往前走了 米兜陶斯转回来 我们这里给视野 我们家的米兜陶斯 哇没带在烟里了 其实米兜陶斯带在烟里 还是更不错 或者说我们回身给他拉一波烟雾 哇大河的一个 双战斗击弹还好有米兜陶斯防空在这个位置 还算比较好用 我们这里给米兜陶斯拉一波烟的话 这里的位置输出的话会非常的棒 现在我们家米兜陶斯要往后跑 对吧 大河是亮不了他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是一个户怼的一个情况 还算不错 这里给拉波烟 但是的话 烟拉的慢 米兜陶斯还没有往这边转 其实我们这里给视野 点亮米兜陶斯 米兜陶斯往左转 左满舵 左满舵兄弟 对吧 他估计是没有看到烟雾 看到烟雾的话 其实这一波优势 他就会很大 对米兜陶斯这种近距离 对吧 想要甩来就有侧身 我们家的大河爸爸过来帮忙了 那这的话好漂亮 我说了嘛 这的话继续雷一波 这个大河 但是大河的话 我应该是要多算点提前量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对面大河在这个 我们家大河在那个位置 他肯定是会船头往 我们家大河那边去转的 那换言之的话 就是提前量是往左边要去多算 对吧 那说提前量该怎么算 你就把他 你把敌人当做你 你看目前的形式 他会怎么转 对吧 就说尤其是在接触战斗当中 对吧 这里的话一波测身 来了 来了 哇 但是的话雷 哦有 一二三四五六颗 哇 二十七万 二十八万 哇 三十一万 再来跟你说 拜拜 漂亮 三十二万 两千六百 四十点血 伤害是打得非常足 现在就最稳的一波 就是站点 对吧 点拿完就走 然后呢 看啊 这里是有雷过来 机灵的话 基本上就在这个阵点了 机灵基本就在这个阵点了 而且我们现在血量也非常健康 队友也是沟通 对吧 机灵是没血了 那基本上就往前抓嘛 对吧 想都不用想 直接往前抓 找机灵了 我们把速度加化 现在是站点 那么我们把速度调慢点 回顾来说一下 对 大家喜欢看解说 就想学一些东西嘛 其实这个的话 运气是有 但是这个运气是 基于A点藏王的帮忙 这个藏王虽然死了 但是这个战局胜利 那个藏王其实可以不用死 这是他的失误的地方 但他意识非常高 他倒是跟着取图帮忙去输出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因为藏王 那个隐蔽高 而且你机动好 提前摆好角度 而且给你波烟 有机会去倒倒船 加加速 加减速拉一拉 对吧 还是可以有帮助的 哦 这里的话 这开了一炮 机灵直接是拉烟了 我们应该是加速 往前去点亮 那通常来说的话 导锋 开着引擎加速 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是比机灵速度来的快 看机灵会不会等在烟雾里面 这个话 雷 就忙雷嘛 再扔一波 再留一波雷 再留嘛 往这个角度再继续覆盖 继续雷 对吧 你机灵要出来 导锋肯定就能点亮他嘛 看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收掉 32万2640 看能不能加一点伤害 这时候就追了吧 导锋是开到38节 39节 将近应该是要到40节的一个速度 机灵盖航速 其实一般机灵都是带防空啊 基本开到36 36 37吧 我记得 对吧 而且现在你看机灵已经是完全出烟了 完全出圈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要包过去 去找他就可以了 那也有可能是 他在烟 圈的边界 但他这一波烟 我觉得应该是机灵肯定是跑了 可能是在这种位置 对吧 或者说是这种位置 用三挡住了 都有可能 机灵盖就猛跑吧 猛跑 看我们能不能把他找到 就打死精神啊 48秒钟 好的 机灵是直接是被点亮了 一轮炮击过去 还有40几秒钟 一轮打上去 哇 32万 哇 现在机灵还没死 但是完全残了 兄弟 留活口 留活口 哇 米能涛斯开始 盲射疯狂覆盖 滴滴七杀 七杀 七杀 哎呦 300多点血 300多点血 一轮点射过去 终于发 有没有 给你说 拜拜 漂亮 哇 对吧 这个就 打得非常爽 大家也是 跟我们戒指了 国服第一的 捣风的一个伤害 摆在那边 太强太强太强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收益的话 是71万的银币 对吧 3万 3 324336 324336 哇 七杀 24数进水 25颗雷 太掉 太掉 但是他最后 因为是那个截图的话 经验截图 经验那个截图 只截了一个 很小一块 我可以放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但是的话 你会看得很不爽 但是可以看到 裸经验3447 3446 这个会 非常非常高 而且我看过 这个裸经验 3446裸经验 不算倒红的最高 但是这个伤害 是雷积雷的最高 好了 那也是感谢大家 收看本期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